2018年,债势,违约近1200亿元金额远超之前四年总和,作者,冷灰回首2018年,留给债势投资者的,一定有此起彼伏的债券违约事件,123支违约。 债势,1198.5亿元的违约金额,也给2018年的中国债势市场,烙印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,在数量方面123支违约债券的数量,比之前四年,即2014年至2017年的总和122支还多。 金额方面1198.51亿元,比之前四年的总和859.85亿元,还要多出39.39%光大证券。 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认为,2018年新封违约发行人42个发行主体以民企为主,并且流动资金紧张,是引发民企为优的共性之一。 流动资产不足以长付档期的日常经营支出,以及短期债务的到期长付,引发企业出现经营困难,或者债务危机,而导致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原因。 既有宏观融资环境变化引发的冲击,也有企业自身对流动资金管理不善所引发的负面影响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债券违约数量和金额成倍增加。 WIND数据显示2017年债券,违约数量和金额为35支,337.49亿元。 2018年跳升至123支,1198.51亿元违约数量和金额,均同比增加了超2.5倍从2014年债券市场。 第一支违约的超日债算起,至今已经走过了近5个年头,迄今已有245支债券违约。 违约金额合计2058.36亿元WIND数据显示,2014年到2017年4年间,共有122支债券违约。 违约金额合计859.85亿元,而2018年,债市违约的数据,就超过了此前4年的总和。 以规模来计算2018年的债券违约金额,占到了2014年,至今,累计违约金额2058.36亿元的近6成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,据中金公司固定收益研究团队分析。 历史来看2018年,债券违约总量创新高2018年以来,金融区杠杆引发信用收缩。 违约数量激增新增违约发行人家数,违约债券数量和违约金额,与此前的2016年历史高点相比都是2倍以上的规模。 与历史以来信用债市场违约总量比,占比均达60%左右。 中金公司分析,2018年截至12月27日,违约主体中民企占比超9成。 违约率显著,高于国企2018年非国企债券实质违约的新增违约发行人,共37家违约。 债券数量为103支总违约债券本金金额,1072亿战权市场违约的9成以上。 而2018年违约集中于非国企,与非国企在融资渠道相对狭窄更易受到金融严监管背景下,在融资渠道收紧的影响有关。 同时今年的很多违约案例也暴露,出名企普遍存在的公司治理和内控环节偏弱的问题。 此外中金公司认为,2018年以来,新增的违约发行人行业共性,主要是现金流不佳,过去几年杠杆快速提升,对非标格债券的融资依赖强,2018年,遭遇了明显的融资渠道收紧。 在在融资收紧的环境下,没有哪个行业是绝对安全的。 这一点与光大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的观点,也较为一致张旭分析。 根据对过往的统计债券违约,并没有明显的行业特征,亦无明显的区域特征。 维约具有多发现和不确定性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张旭也认为,涉及违约的债券发行主体以民企居多。 国企违约相对较少截止2018年末违约的101个主体中民企,占比83.17%国企违约。 主体在2015、2016、2018年,出现累计有17家2018年债券违约的另一个特点是,上市公司违约数量激增。 历史上共有18家上市公司发生债券违约事件,而其中14家公司违约事件集中于201。 8年爆发信用违约或常态化,2018年债券违约的惨状。 让不少债券投资人心惊胆战,展望2019年债券的趋势如何。 是否还会有一个又一个的债券违约惊雷,在等待着投资人行差,踏错2019的债券,会对投资人好一点吗? 根据中金公司的测算2019年,全部非金融类信。 用债总到期量,将超过6万亿相比,2018年5.34万亿元的总到期量,增加10%至15%左右。 从付息金额来看,2019年内信用债实际付息金额相比2017年,2018年还会更高。 另外还有约1.9万亿债券,将进入回售期。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李峰认为,展望2019年宽信用人为主线。 信用违约或常态化,2018年之前,中国债券市场违约率较低。 流动性轮动和等级轮动基本有效且发生时间较为同步进入。 2018年随着资管新规,出台对于飞镖与影子银行的管控中国债券市场保钢队的压力加大。 负面级违约事件频发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。 请不吝点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。